二鸭小秒招 第二步将取出来的锡纸对折一下 我这里共对折了三次 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将锡纸像这样弯曲折叠好才行 折好之后咱们在锡纸中间贴一块双面胶 第三步将折好的锡箔纸 粘在路由器的天线上面 那二鸭在这里粘了三个 大家可以适当的多粘几个 那这个原理呢也非常的简单 由于锡纸呢可以反射网络信号 那通过这个方法呢 可以反射并延伸路由器的信号 从而增强网络的撑抢能力 那最后二鸭提示大家 路由器呢不要贴墙摆放 这要会影响网络传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